另一方面美国牛肉含有禁用瘦肉精的风暴持续延烧 现在有一些本土牛业者也非常担心会受到连累 又传出美国牛肉含有瘦肉精 而且为福部检验出含有毒性更强的瘦肉精奇帕特罗 也零带影响到最近本土肉牛专卖店的生意销售 雲林董南農會表示 虽然国内的肉牛飼養都没有使用瘦肉精 但消費者难免會擔心吃到不安心的牛肉 但整体肉牛产业都受到影響 不只销售量减少 也增加飼養者的飼料成本 希望政府能趕快有一套措施來輔導 云林肉牛产销班表示 虽然目前國內外的牛肉外包裝都有標示產地 但是瘦肉精的檢驗是否能做得彻底 讓人覺得很不安心 尤其這一次檢驗出的瘦肉精奇帕特罗毒性更強 食品安全漏洞百出 恐怕會影響到臺灣肉牛產業的發展 記著我們會喜歡雲林報導